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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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是一场58公斤 给的超级战红方选手 是牛皮糖 刘志鹏 蓝方选手 武状元苏可欣 是的 这两位选手 也算是熟人了 苏可欣 武林新一代打上来的 而且今年4月份 刚刚跟我们武林峰出了一趟前面 然后刘志鹏 牛皮糖 2020 武林新一代 57公斤级的 金腰带选手 粘人啊这个 而且一看就是一位标准的泰拳手 其实我之前看刘志鹏的比赛 没有觉得那么粘人 我到有时候会觉得他挺干脆利索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给自己 这个来了个绰号叫牛皮糖 对 而且这场比赛特别有意思 你看刘志鹏是一个典型的泰拳手 而且苏可欣这边 其实早在14年的时候 16岁的他就开始 就是有过泰拳席练的经验 对 打拳没打到回一个高扫 两个人今天真是快啊 对啊 这节奏打得快 出拳的速率也快 是 而且两个人今天前后的一动 就刚开始这一分多钟 前后的一动打得都很快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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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两个人其实都算是古灵新一代成长上来的 是的 在新一代一战当中打得都不错 而且这两年在这个武林峰的擂台上也历练了很多 像刘志鹏在五分的战绩是六胜四副 苏可欣是一胜三副 三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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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都算是互有生气吧 也算是研究对手研究的比较透的 对 人都比较熟悉了 连续的进股输出拼念围来 绕出来给一拳 反应还很快 刘志鹏的这个僻估掉了 八戒掉了 看一下怎么处理啊 何之伟教练 何之伟教练真的也是武林峰的明星教练 带出来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是 他今天还算冷静的 对 今天还没见怎么喊 他每次给我印象最初 以往比较着急 有时候会比较亢奋 对 有一个嗷嗷叫型的教练 你看今天还挺冷静的 是吧 让我那位进 其实中点距离还是可以去打一打 因为两个人其实都算全比较准的选手 其实苏可欣这边还有五公分的臂展用势 苏可欣避展178 美国人避展173 是的 今天偷得不错 两个人对于自己的拳都比较了解 对 要直接做 两个人问题不大 就是重心没有说 好 还有十秒 对 有这么结束再快 换了对手的支撑腿 吵仔还要跟他说一下 对 好 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对于两个都有泰拳经历的运动员来讲 我个人觉得第一回合节奏打得还是蛮快的 不像是泰拳手法 对 基本上第一回合是这个慢慢的 对对对对 就是没有预热环节 对 所以说他还是针对这个自由搏击的规则 对 但是有警察还有绝对同时 他可能不会fried 也不会乱挥出 那首次第二回合的比赛 哎呦 李志鹏可能觉得第一回合他的那个 这个八戚 有点爱事的吗 哎呦 第二回合我不带了 对 因为一出汗之后 这汗也要滑 没错 他往下 东小华就来给林熙 上桌没打到 然后对手就合一个中扫 对 那进攻真的是凶啊 就是 上来的这个劲头还是不见的 尤其是刘志铺 对 这个凶狠劲上来了 有反应吗 对 先说点的不错 哇 瞎牙肌伏 给了也漂亮 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 这边才啊 打分的裁判 真的是有点难为啊 睁大眼睛看着 我看得眼花缭乱 输出太快了 对 频率挺高的 而且两个人几乎没有攻防转换 基本上都是冰钢 就是一旦进来之后 一拳上来之后 对 自己的板机马上就往上跟 对 给你太多 去跟接腿 一拳没有打到 有可惜 虞胜老师有没有觉得 其实刚刚那个刘志铺 还是有一点反应的 其实这会儿 他是做了那个劲儿了 对 闭嘴 呼吱银娜 我正觉得 现在第一回和刘志铺 插的移动 主要以前后一个维持 只是 因为两个人 现在打着点短兵相接的意思 对对 进入到一个区域之后 是谁都不肯退 谁都不肯让 就没有说哪一方要先 移动出来或者先摇出来 没有 对 对 就出来就是拼出来的 要么被打出来的 嗯 一次没事 走 自己的 走 走 走 前手接着点 爱琪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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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可欣现在的 哎 哎 应该是一个 呃 我们看苏可欣 对 苏可欣的反应 这个还是挺重的 是的 现在比赛时间暂停 对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的话 有最多五分钟的 协设调整的时间 没没没 可以可以可以 我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嗯 可以缓一下 可以缓一下 再回放 对 看移动当中的反应白腿 哦 这一下给他的小复杂 应该是被这个 复当给割了一下 对 一分钟 一分钟 二 缓一缓 还是要缓一缓 不用着急 对不用着急 当然不用着急 对 我们的规则的话 有最多五分钟的 休息调整的时间 是的 现在观众也是 想起了热烈的掌声 是条汗 对 双方复给平权 别急别急 别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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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 这个后手打得相当有质量 你看 游泳这边马上回了两个 接腿之后 哎 不可以接腿连击啊 对 接腿之后我们允许一次翻 这两个反应算是够快了 接腿之后马上上拳 嗯 我们看就是前些年的比赛吧 我们国内就300系出来的那员啊 就是接腿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去 去腿破坏支撑园 给他摔倒吗 对 对 现在这帮孩子就是接腿之后 直接全就跟上来了 是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这个小将哈 在武林峰这台的第一阶里 除了这种问题之外 实际上他们也有一套 比较成熟的这个 吸气的一个技术 是 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教练 就是不再像原来一样 可能是享受那些散打的教练 而是从自由搏击这个体系 然后从比如说学员 然后到运动员 最后打职业比赛 出来之后当的教练 所以他整个让他 教练的成长体系 会变得比较的高热 就是规则还是下一个动作 还是你的第一反应 不是 给他们再交出来的这几个运动员 就是培训的第一反应 就是培训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样接腿之后 肯定是给全国的歌吧 是 而不是像原来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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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很聪明 看你追得紧了 那我就拉出来 咱们都缓一缓 所以 可能更成熟的运动员 有一个 就是对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是说 我了解我自己 我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我能够看到对手的状态现在是什么 然后我如何去调整我自己的状态 然后改变这个比赛节奏 让对手先乱了阵脚 把对手给整不会了 对 换句话说那自己打的可能就会有人有人 是 第三回合您刚才那个使用特别好 打得上去 判断了他的成熟与进步 没错 但是比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 我觉得很期待 期待一下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二十九比二十八红 五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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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分钟